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次进击投资解闻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Pakki 哈啰 大家好 今天我们都是一如以往 抽了一些焦点古 其中一只是大家耳熟能长的 最近新业务也有很多焦点 在那里也稍后可以谈谈 好像也不差的 第二只是历史悠久的科技股之一 那只都可以谈谈 因为声势都不断在創近年新高 所以稍后也和大家继续一下 但不如我们先谈谈市 大市当然是连续 已经升了半个月 升了半个月 即是19,000多点的附近 当然已经很振奋了 升势很强劲 但近这几天 连续三分就少少回调 回调了大概近8点左右 也要留意下究竟有没有什么大位 究竟市是否抗训完呢 然后看到成交量 它一直跌 但其实成交量的金額就在缩 因为看不到遮住了 稍后再调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也请Bavis可以分享一下 是的 我想先谈谈大市 其实我记得上个星期 都是做节目的时候 其实都提过一件事 就是说 今次港股的反弹的升幅 或者那个持久力 都比我想象中好的 我之前其实 预设第一阵 我去到18,500那里 可能 我已经觉得它可能有机会要回调 最后它提升到1,000 怎样才回 当然我都会觉得 你说回调是否好意料之外 我觉得都不是 因为始终你看到港股的升势急 是的 而且也都见到 就是超卖 甚至开始 就是叫做前几天 开始见到一些 升得反弹幅度 比较多的一些 叫做科技股 其实已经是率先做了调整 就是譬如好像在说的 就是 腾讯 是的 或者是 小米 或者是 甚至是 美团 其实你会见到它 是给市 就是叫做 早 可能早一两天 已经是见到 那些人是开始 叫做 沽货 那么上下的 是的 所以你说 大使这两天 你说是否调得很急 我又觉得 不算的 是的 但是你说 有什么消息 令到叫做 港股 就是突然间 要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调整 我自己就反而觉得 是的 因为其实今次的转升浪升上去 其实都是靠着 你说 是否 譬如一些 角九条 一些中证监支持港股 你说那些 就是之前我都分析过 就是我觉得那些原因 不是很疏力 是的 就是 你说今次 我自己都会觉得 是不是纯粹是一些资金 就是推动 不见港股 股值残 就是进来短差一转 是的 是的 所以你说今次回调 我又不觉得有什么 很特别的原因 就是令到 我觉得纯粹就是 大家见 见好就收 或者 见港股好像上到去 迫近二万点 那些 就是开始迫近二万点 大家会觉得 不如 叫做 获利吐饮 所以我又不觉得 今次的回调 是有什么 突然间很不利的消息 但是我觉得 都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调整 那当然 当然了 你说 接下来要再调到一些 什么位置才会够 那我自己就会觉得 暂时你会看 就是你说暂时 你说看的话 那我自己就会觉得 譬如你说 下回去一万八千五 那个是其中一个 短线的一个 叫做支持位 因为你会见到 那里其实是有一个 比较小的 这个是不是 我们想开个日线图 日线图是吗 是的 恒指日线图 这个是期货来的 我们是不是 指数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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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你会见到 就是这里 首先有第一个列后 这里有第一个小的上升列后 另外 另外 就再有第二个上升列后 就是我会暂时 就是我短线股 所以就说 一万八千五 跟着就下面一万八千二 是短期 就是看一下这两个列后 是不是 就是補完就 叫做个调整 就会不会完成了 这样呢 是的 因为你说的而且确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 这一转的反弹浪 基本因素不算很配合 但是的而且确你会见到 整个港股的交投或者气氛 或者是升的板块多了 是的 所以就看下今次 叫做出了这个调整之后 就是看下会不会去到 刚才我说的两个位置 就是大家就会觉得 都调整得差不多了 这样 短线的话 但是我觉得美股那方面 就是 会不会有刺激作用 因为始终美股那边 都是不错的 大家都见到的 我会这样解读 其实你见到 这一转港股升上来 你会见到 就是说 是港股一支独售 就是你说 就是前段港股继续上升的时候 其实美股曾经也出现过一些调整 但是 港股自己继续上升 是的 所以你说今次 我会不会受叫做外围带动 就是我会觉得 就是你会见到 现在整个港股的投资气氛好了 那我自己都会觉得 就是当然了 你说美股继续向好的话 那我相信 就是你说 对于环球股市的投资气氛 就是怎么也会有些帮助的 是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港股这一转 叫做升得急了一点了 是的 就是纯粹出现一些调整 我觉得都很正常 明白明白 那我刚才说了大市上面的一些看法 但是我建议你今天是不是有一些图 那里是关于大市 还是关于 是个股 是个股为主的 是个股 我想首先不如说一下小米 因为叫做昨天收了市之后 就是小米 小米就是其中一只出业职了 当然大家都期待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小米 开小米的图 我们先开小米的图 之前其实你已经看到 就是说有些科技股已经先调整了 当然小米也是我觉得是金转反弹浪里面 就是科技股其中一只表现得比较好的一只股份 那当然近期大家知道很多消息 是的 那当然刚才说的最新的消息就是 就是叫做他刚刚出了第一季的业职 好 那或者我都先叫做报下大数先 是的 就是跟着之后再分析下去那个业职 那你会见到今次叫做第一季 小米的收入就上升1.1倍 去到755亿的人民币 那这个就是略高于市场预期的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会见到 那个经调整利润就是按年增加1倍去到65亿的人民币 这个就很厉害了 因为其实市场预期呢 就 第一季就赚51亿左右 所以你会见到 就是那个经调整利润是高于市场预期 大概超过两成的 是的 那其实真的是好数的 是的 就是看大数就好数了 那接着之后 那我们再讲一下 就是几个主要的业务 那首先你说第一个看那个智能手机业务 那我想其实大家有些印象 其实上个月呢 其实有一些市场的调研机构 那已经出了第一季 就是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一些数据 已经看到小米的出货量 在第一季是跑赢了别人整条街的 是的 就是叫做第一季的出货量 就是叫做超过三成 那你会见到就是 其他一些前列的手机制造商 比如说苹果三星那些 是没有小米那么厉害的 所以也都令到小米叫做在第一季 是那个市场摘入率是增加了的 还有头三位好像都有些变更 即第三也是继续是小米 是的 头一二位好像数据 头一二位都好像都是苹果第一 即是三星第二 是的 因为我看到一些数据好像已经换了位置 是的 三星可能已经是去进占第一位 是的 那就再留意 是的 那当然了 你说为何小米第一季的出货量那么厉害 那我想其实主要就是一些是中东拉美 或者非洲的市场 甚至东南亚市场 都见到小米的市场占入率是高了的 但是同一时间你会见到 中国那个出货量仍然有待改善的 但是同一时间你会见到 因为中东拉美或者非洲这些东南亚国家 即是始终大家都知道他们的生活水平 即是可能没有发达国家那么好 那他们在那些地区 即是小米在那些地区卖多了手机之后 那即是你会见到一个ASP 即是那个 销售价格 微跌 然后 第一季的无利率 你看到按年都有继续上升 但是按季 即是跟第四季比 其实都是有一个下跌的 是的 其实我觉得就没什么 就是纯粹是因为我在某一些市场那个 价格战 出货量多了 但是他们那些地区买的手机 可能都是平价一些的 令到那个无利率就低一些了 是的 那么我觉得就很合理 就是我也都不觉得是一些负面的消息 那么当然另外一方面 你见到 即我会觉得另外一个亮点 就是那个所谓的IoT业务 那么你会见到IoT业务 就第一季叫做增长两成 去到204亿的人民币 但是你会见到 有几个亮点 第一个亮点你见到一些大家电业务 所谓大家电就是那些冰箱 冰箱 和洗衣机那些 那个收入就增长超过4成6的 是的 这个其实是高于IoT业务 还有另外一方面 亦都见到那个无利率 按年大升4.1个百分点 那么这个亦都是相信就是说 公司在那个产品销售结构 尤其是一些比较贵一点的 一些产品应该无利率比较高一点的产品 买多了 例如一些平板的一些产品 或者一些可穿带的装备 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一些 一些无利率比较高的一些产品 好 那接着就 之后就再讲完就是卖车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近期就是 大家讲小米都在讲他的SU7 那么你会见到其实就是公司公布出来 就是说截到四月底了 现在手头的订单有八万八千架 那么他说目标就是 因为未来会一个月交付一万架 那么你会见到就是 就是订单有排断 是的 当然了 但是当然了 我会觉得你说小米的做车业务 我觉得未来一个关键就是 尽快要再令到交付量 就是怎样 是看看可不可以再提升多一点 是的 因为我会觉得 如果你一个月交一万架车 就可能 叫做令到那个 这个规模效应出不了来 我自己就觉得 就是如果他说一个月可以再交多点车 我想那个规模效应会再好一点 嗯 就是这个 这个就看他究竟那个 造车可不可以尽程再 是的 是的 其实这个对他 就是收钱是没关系的 其实都已经是全付费 就是这个人 我想这些是给订 就是给订 我想我们通常我们买的都是给订 是的 所以我想你说到真的订 订订的收钱 我想其实就是交车那一刻 才看到 所以如果这个交车又提早了 或者他的交车的量是加快 他订订的收钱 那他订订的量又会快 所以你说 整体来说 我觉得小米今次出份业绩 就是大素帅俊 也都见到 就是你说 来近 就是你说展望回 其实我相信 就是叫做来近 小米的手机业务 我想因为你说中国那里 现在可能那个消费 都受到运工经济的影响着 所以我想 我想来近的出货量的增长 如何都会继续在 刚才看到的一些中东 拉美 甚至是东南亚国家 那另外 譬如你说RT 就是一些加电类的业务 那我来近应该都会 叫做受毁住 就是 国内 就是以救换身的家电政策 是的 就是你说电车就是那个 就是刚才都说过了 就是现在暂时 炒炒上的订单 就是有时间交付 起码交付6个月 就是你一个月 一万价 是的 所以你说整体来说 我觉得今次小米的业绩 都挺收货的 是的 尤其是你看到那个经调整利润 都比市场的预期都好很多 是的 那我相信就是 就是你说短线的话 我觉得小米有机会 其实叫做经过了一个调整之后 我想就是你说出个 数目那么帅 就是你说之后要爬上去 我觉得 就是你说甚至 你说叫做过了今次 就是这段升浪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是的 嗯 就是以他现在的交付量 就是一万价 就是这个他的目标 我当我真的做到 你认为他给其他车厂 我先不要说给阿迪 我跟其他理想 三傻那些 其实这一个一万价的水平来说 是什么一个表现 是好 还是还是仍然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一个距离去追 坦白说 就是你说每个月交一万两 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差 因为其实 如果大家有印象 其实你说三傻 就是刚刚来香港上市 当时 其实当时 其实有时候他们都是 就是叫做初期 有些都是六七千 就是一万 就是后来你见到 理想很快就掉开了小鹏团位 是的 就是理想就 他有一万 一万五 两万三万 就是现在他应该是保持三万多 我估计就是三万多 但是你会见到 其实你说小鹏和蔚来其实都在挣扎着 所以你说以小米一间 今年他叫做出车一个月多一点 就是已经交到一万架 我会觉得 他真是有备而来的 我觉得 是的 就是他的目标都订得挺积极先 我觉得不是积极 那你真的有人买你的车 那就是 就是没有订单 没有只做出车 大家如果知道 之前曾经有些时间 就是你说不论蔚留 或者小鹏都曾经出现过 交付有问题 就是两行很少 或者有些车说不受欢迎我出来 其实都有这些问题 是的 所以你说小米他是威的 是的 OK 那比较 那刘山也做到事 为什么这样说 纯粹分享 就是我这两天 就是看过一些内地的视频 他就说 为什么小米出现了一辆SU7之后 就是买得这么好 就是说真的 我不是车的expert 我自己也平时没有买车 就是我坐开交通工具 个人讲求环保 是的 是的 当时讲环保 就是你说近期我看到一些内地的视频 就是他们纯粹分析一下 就是为什么小米的车叫做一间新的市场参与者 为什么这么多人买他的车 我听完一些重点之后 他们就说很多造车的人 他是想造一架他自己想造的车 然后小米是造一架消费者想要的车 所以他就买得这么好 就是从消费者角度出发 是的 大概他们就这样说 是的 他们就是说 国内有一些车厂 就是说了已经造车几年了 就是有些地坦商旗下的车厂 就是说他们可能不断在做一些 他们想造的车 但是做的也做不到 就是我这样 哦 是的 你说我现在停下了 停下了我现在 那就是 就是纯粹分享 就是我纯粹看了视频 就是他们有这样的看法 就是非官方 就是大家纯粹是 大家觉得的看法 但是你问我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 现在的电动车 其实我会觉得 其实都真的 就是简单来说 其实他也是有四个车的iPhone 是不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一些标配来的 很多是什么电子东西 是的 就是有些东西就要看卖的口碑 是的 这个就在车企行业 我想在价格战底下 他小米都做了好 就是价格也挺积极的 市场上可能品牌效应 再加上刚刚你说 原来的车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 去设计 吸纳到一些 属于特别的人的清雷 这件事不错 最后都是看看交付等等的因素 我这样看下去 数据上都挺正面 是的 价格上就要看看可不可以继续 我见有些外面就平到他24元 是的 都是平的 是 当一个数字看看 是 这件事就说到这一部分 另外那一只是联想 是吗 联想更不厉害 我记得好像一盘了 联想就 是吗 都是比市场好预期的 不如这几天跌到一只 应该是 去好的预期 但是应该这样 不如联想也说一下大数 说真的 这个日线图就太短了 我记得联想好像真的 不知道重了多少年的 是一直扯上去的 我们先做了十年 是 能不能够 还是要再随着人 越线 越线 其实现在 同高 是同高 即是就来到历史高位 2015年 当时的高位 是的 是的 当然中间其实联想也经历过很多事情 有被人看出蓝筹那些 是的 他是回去的 是的 说回联想 叫做上一季度的业绩 是的 你会见到收入就同比上升了9% 去到138亿美元 这个就是略高于市场预期的 另外经调整的日历 就按年减少了23% 去到2.2亿美元 这个也是 虽然来看他按年下跌 但是也是 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6亿美元 是的 我想其实 你看到数字上 他就好像没有小米那么英俊 但是也叫做逼了市场的预期 我想其实你说 为何叫做第四季 他都要盈利都会下滑呢 我想其实 最主要 其实公司 我想其实不多不少都有一些 基数效应 或者甚至受到去年 个人电脑市场是做得比较差的影响 是的 那叫做令到那个叫做 叫做季度的业绩 叫做不算做得非常之好 就是你看到收入都是增长几百分之后 真的不是很快的 是的 但是你会看回分业务方面 就是我们说季度 那你会见到就是说 那个 就是最大那一块 卖个人电脑和自然手机的业务 那第四季 其实你见到已经是 增长了一个7% 但是另外你会见到 那个分布日利增长就有17% 是的 那我想就是 其实 我想最主要 其实就是 就是公司可能一些高端化的产品 买多了 那虽然收入 就是一个高位数的增长 但是见到那个盈利能力是强了的 是的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 我想都是上个月 上个月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IDC那边 亦都出了全球个人电脑第一季 的出货量的增长 那你会见到就是说 叫做 应该是连续八个季度之后 整个全球个 就是叫做个人电脑的出货量 重回一个正增长 虽然只有1.5% 但是都是这个 我想都是 就是大家一早就预期了 是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或者开一幅图给大家看 好 可以 可以 哎呀 我可以 在这里 是的 你会见到 这个就是第一季 就是全球那个 叫做IDC的出货量 那你会见到就是说 那个联想那个 就第一季叫做 按年增长7.8% 那其实 刚刚这个就是 我说的整体的数是1.5% 你会见到联想在第一季 都是算排名大事 是的 继续龙头 是的 那你会见到 就是你后面的HP和DELL 那其实你会见到市占率 是跌了下来的 但是联想就由21.6% 升到23% 嗯 是的 那当然你说后面那些 哇 咦 出货量Apple Azor 对了 就是后面那个叫 这个是不是华石 Azor 对了华石 在下面 Azor是Azor 突然间醒不过你 Azor是Azor 是的 哈哈哈哈 为什么要选择 你认为Lenovo就是Razor 它是那个系列 是的 Azor是Azor 是的 那就是叫做 你会见到 虽然下面 也有些出货量是比联想 但是你说说量 联想都是 叫做拿回龙头位置 还有那个市场怎样都多了 好 那接着你说说到 就是刚刚又说了个个人电脑那里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你说譬如它那些 方案服务 或者是一个叫做 叫做基础服务那方面 那你都会见到 继续会有一个 叫做双位数的一个收入增长 那而那个 是的 那 你说联想来说 那其实你都知道 它的业务其实离不开 除了硬件之外 就现在就是多了一些 软件解决的业务 那它那些业务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 跟人工智能 云业务 或者是一些 计算业务有关 是的 那 我想其实 我想大家其实都 叫做 不会否认就是 AI 就是今年的一个主题 那尤其是 譬如这些前列的一些 叫做个人电脑的供应商 其实它们 譬如像你老婆那样 其实已经说了 说今年会继续 会推一些新的 AI 有AI功能的电脑出来 那我相信这个 亦都是叫做 今年个人电脑市场 一个增长点 亦都是 我想 大家都不会反对 就是说 你有得AI功能的电脑 新东西 新东西就 就买贵一点 是的 因为不够普及化 或者是可能技术上 未够成熟 那其实 我想这些都是会 对于联想整个 叫做个人电脑 或者一些硬件的业务 其实都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是的 因为你讲到AI 这一样东西 我想 无论在 即是很众多的电子产品 大家最常接触的 是电脑其中之一 另外手机也是 就是我讲到 很多东西都已经是顶级化了 什么CPU Intel 什么i17 就是诸如此类 好像没有i17的说明 i14 14代而已 这些都是靠AI来做买点 就是我上网也看过一些人去评论 就是说 一定要靠AI自动化的功能 去凸显它自己的品牌 与其他不分别之处 我觉得这个也是穿物店之一 因为我看到 比如三星那些 手机AI都做得挺不错的 嗯 比如有什么CAP的图 自动帮你问你 是不是要传给WhatsApp 就是它都有这样的功能 是的 那些AI就是要看下 怎样去包装能 有什么新的卖点 嗯 所以你说今年这一年上 我想除了一些AI的PC之外 你说其他的基础设施方案业务 还有另外那些方案解决业务 我想其实那些都是继续受惠着 全球 你说AI进程 云 叫做大数据 我想这些都是 可能比较虚一些的 但我想都是联想的一些增长点 是的 不过的而且联想就 始终在市场上一定是龙头之一 等同于看车股也是看 是的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去比较 就是看比亚迪 是的 如果大家喜欢炒一些电脑股 或者这些 你还没有其他的竞争者呢 如果车股就多了 但如果联想是这样 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跟他匹敌的 如果你说硬件的话 就是纯粹个人电脑 那他当然是最大 但是你说那些其实 那些基础设施 或者方案那些 我想其实很多一些电信箱 其实都有 是的 或者是一些叫做云 就是业务的一些支援 我相信那些其实都多竞争对手 是的 但是我想联想就叫做 有个叫做 就是借着他的硬件业务那个市场那个 叫做一个品牌知名度 或者一个市占率 其实都对于他另外的方案 或者基台业务 其实我相信就叫做协同效应 是的 就是很多人都说任何发展新业务 特别这些AI成的东西 你都要拿到越多的市场 你拿到的财务经验越多 其实对你发展往后的发展是更加好的 就是小米我觉得都是 纯粹可能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可能有一些公司 我现在其实我的公司 有些公司 其实很多时候都可能用你Lofo的电脑 而那些协讯片 就是你说软件解析 什么support那些 那反正我都用了 可能都会有一些所谓的 贴毒效应 或者叫做交叉销售 是的 那小米也是在玩这种东西 你用我的手机 买我的车 用我的平板电脑 是的 用我的小米 洗衣机 冷气机 电视什么差 都用小米 就是这样 就是生活圈 小米生活 生态圈 是的 你说联想 当然 你说基本面前景 其实我觉得联想不多话讲 其实今年的卖店 都是一直在人工智能的电脑 是的 但是你说我投资部署又怎样呢 因为其实刚才我们也搞过一些图 你看到小米 不是 联想 其实你都见到股价 已经差不多和历史高位 都差不多了 我相信破顶就只可待的 是的 但是是不是要追破顶那一刻 我会觉得 现在就都应该是 都像是 是的 那么 他差不多一模一样 是的 差不多了 刚刚今天 现在看的这幅图 就是刚刚好 他找到前壁 这样的 是的 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 我想联想应该破顶 就叫做之后一代 是的 但是你说 如果你是不想高追 就是追破顶那一刻 那你就等他有没有机会回下 是的 但是我相信联想 就是你说 今年继续 是AI都是一个主题 我不觉得联想会突然间回很多 或者在这个行业上突然间 就是有些做不到 因为你说 我想最差的时间 你说 去年个人电脑 你又说高通胀消费力差 那些 就是现在都过了最差的时间 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联想 就是你说 就是我自己都会觉得 调整空间有限 这样就 是的 因为如果看 就是EVOTO 我资金大约都是10元 这些位置 是三千多万股 下边有九元 就是一个接近的水位 就是十几百分之来 我不知道大家怎样去订 就是现在在十一元三十一元成 自己可以留意一下这些大位 那么 今天焦点就说了这两个 大使亦都说了 有没有什么特别都要再补充 都没有特别的 谢谢 谢谢 也多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那么记得给点赞 还有按个小铃 并订我们的频道 到时就有什么新节目推送 就可以立即收到通知 好 那么 今天帮我最后再问一下 刚才所说的股票 有没有的 哪些需要呢 特别持有 申报你 今天我说的股票 就没有特别持有的 但是小米 就是我公司客户就有持有 就可能随时再出买的 明白 好 谢谢 多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今天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